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批评新北市政府官员涉谈被起诉,质疑上梁不正下梁歪,市长朱立伦提出数据反驳,至苏贞昌执政的台北县时期贪官是新北市的两倍多。 对此,苏贞昌竞选办公室反击,是否拿涉案数和起诉数比较,玩文字游戏,克里混小焦点苏贞昌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黄维军今天,29日,表示,清廉市行政最基本要求,朱立伦及侯友谊团队被外界质疑致下不言,不思反省, 却拿涉案数和起诉数两个不同性质的数字放在一起比较,克里混小焦点,连贤副市长许志坚都涉案被起诉,遭判十年重刑,黄维军指出,市府高阶主管的操售官扑市府运作是否清廉而有效率,朱立伦及侯友谊团是一个样,遇到问题不知反省,还拿数字来掩饰自己致下不言,这是新北市民的悲哀, 朱立伦是否刻意拿苏真昌县府八年的涉案数来跟朱侯是否六年起诉数比较,可见朱立伦及侯友谊团队优多心虚,黄维军强调,涉案不代表起诉,起诉不代表判刑,朱立伦,侯友谊如果要比较,就把所有数字摊开来看,不要刻意打模糊战。 苏建福时期,一、二级主管从未涉案,谁治军严谨,谁风纪败坏,可受市民公平。